感情不是我自己啊 我都已经提前背好默生气了 过几天准备回家时 常默念 去年就挺尴尬的 我弟弟把眼镜弄撒了 其实呢 只是一样特别小的事 不过我是真的特别生气 当时指着我弟弟 就和我说了一句句 我也知道这样不好 但是就是控制不住脾气 同一款新年脾气大 我过年一回家 同两天还行 紧接着就和我爸我妈 互相看不顺眼 我家里都是抱脾气 有时候真是控制不住啊 你说好不容易过的年啊 可是有的人就在这过年期间 一条小事就转火了 鸡了 这朋友说的咋子了 这都是自然他也不乐意了呀 你说是不是有的人 他就是控制不了 对 人的脾气啊 主要是跟肝脏有关系 肝阻调畅情质 这个情质就是所谓这个脾气 那么肝脾与肝的 调畅情质的功能下降了 你这个情质上就出问题了 表现出来的 有很多人就是脾气大 肝脾与肩 这个人的表现 最主要的表现 就是心情不好 憋在里边 他是难受 胸脏腹胀胃脏 如果要发出来了 肝脾往外冒 甚至于肝火啊 那这样人就是点火之招 给别人的感觉 脾气大 时间长了 消化功能不好 时间长了 胃肠功能 失常 肝脾与脾 那你看啊 像这种捞不住火啊 肝脾与肩的人 脾气大 为什么咱们就给他推荐 这个香蕾佛手汤呢 过年过节这时候 他容易着急上火的人 一定是他这肝的功能不好 过年过节 大家都想和言越舍 但是他就发脾气了 应该说 他是不想发脾气 说明他肝脏的 输泄功能是不好的 香蕾佛手 这两个药 行气药 香蕾 偏于行肝气 佛手 偏于行胃肠之气 他俩都有 输肝结育 都有行肝气的作用 用香蕾佛手 这两个药吧 还没有特别大的异味 作用呢 还比较缓和 这个炖鸡炖点别的不行呢 鸡肉是温性 它在陆地上 它不像鸭子 鸭子 我也是在水里 它是偏凉的 对于胃肠来说 热和好 中国人的脾胃虚弱就多 所以说呢 用炖鸡 香蕾佛手炖鸡 鸡好买 香蕾佛手 我感觉菜市场很少见 它好买 家哪能买到 那就上药店去买 这是两位很常用的药物 而且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